跟著CNN記者登上這一架 由波音727客機改裝的重力一號 體驗一日太空人 我有點緊張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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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一間飛行體驗公司ZeroG 推出無重力體驗 全程約3小時 繳交7500美元 增合約20萬台幣 就能一元太空猛 我的天啊 哇 我感覺像飛行人 確實在 不像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或是維生集團走裁布蘭森 雄心壯士瞄準太空 這架飛機不在火箭上 但為了保障飛行安全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 為這架重力一號 開闢了一條 長100英里 寬10英里的專用空中航線 有很多話題 關於超級飛行的 獨立空間的 獨立空間 但這個經驗是最近的 一般人 一般人 會有經驗嗎 對 價錢 沒有人會說 7500元是便宜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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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一号起飞后 先正常爬升到海拔7300公尺的高度 即使以45度角 加速爬升约9700公尺后 飞机会进行急速俯冲 做出抛物线飞行 为了让学员循序渐进 无重力行程一共分为三段 最先是约三分之一的火星重力 再进步到六分之一的月球重力 之后才是无重力状态 最后即使再缓慢 将飞机拉平 让乘客从空中漂浮状态 回到正常 每次飞行进行15次抛物线体验 布莱森本人在飞上太空前 曾经到这里提前适应无重力环境 四位平民太空团队灵感四号的成员 也来体验过 你并不希望你第一次的经验 在空间的空间是在空间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这会让他们理解他们的构图 我们都知道 飞机船上飞机的危险 但是这些飞机是如何危险 我们在做什么的危险 我们在做的16年 我们已经飞了17,000飞机 没有一个疾病 没有一个问题 我们都会有同一种 保障安全性 所有的都会 跟那一部飞机的飞机 比较NASA训练太空人的 抛物线飞行 不只吸引喜好寻求刺激的人 也具有研究价值 现在我认为一半是研究 另一半是消费者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 在空间的剩下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 在空间的剩下 试试 如何做3D刷刷 和微波线 我们也做了试试 如何拍摄冷凍血 ZeroG还会特别安排小游戏 无重力下的抛扶水珠 犹如电影画面 体验完颁发解业证书 身上穿的太空服 还可以带回家当纪念品 花20万台币 满足当太空人的愿望 值不值得见仁见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TVBS新闻综合报导